最近周永康計劃上北京 趁APEC或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會面時請願 你怎看? 你想上去請願就是引起別人注意 趁機知道很多國際傳媒雲集一北京 第一他上去是否能夠埋葬會場 第二如果你入境的時候 人家知道園機遣返就逃亡無功 你想做騷就不是這樣做 如果他請願就更差 為甚麼? 我作為市民我們是港人治港的 除非你的特首失職或特首無能 解決不了問題 他上去請願就說 但到現在我們未見到特首出來 跟他們聊天 那你就是政改三子 政改三子的政改搞完之後不行了 現在反彈 反彈是否根據我們做事的程序 要特首出來跟學生談判 談判談不到僵局 那他們上去請願 但中央政府有責任 要派港老闆黃光雅來見學生 但去到那裏 整個港人治港散了 港人治港沒有力了 如果你想請願的話 你不可以代表我們市民 去放棄港人治港的權利 那你真的要求驚人治港 對不對?Peter 他們有沒有想到這個政治的問題 這個成績上是政治上的問題 那也責任最大是我們那個梁振英 他到現在都沒有跟學生談判 又沒有叫立法會 達文大會他就不去 然後又說錯話 所以我這一集的節目 就用我那個心理諮詢師的身份 就說跟他評估 究竟他們特首是否思覺失調 經常說錯這麼多東西 是不應該錯的 他這麼有語言天才 如果他這樣錯 是一個心理上有障礙的人 是立刻要停職的 中央政府應該要call我們梁先生 回去找一批心理專家做一個評估 如果不是很危險的社會 但我們暫時不贊成這些學生上去 因為你沒有結果 你自己放棄了那個港人治港的制度 對不對? 又沒有市民受權理去談判 是他個人行為 他個人不代表香港人 我作為市民我們不贊成 這個是說你放棄了我們的政治權利 那樣治港 或者你梁振英放假 或者梁振英暫時 因為涉及心理上有問題 暫時停止職務 那就由林鄭月娥一鼎 一鼎也是林鄭月娥談的 談不行 那林鄭月娥有責任 反應給中央聽的 這樣才合過程序 都是港人治港 你回到北京港 香港就當什麼? 沒有港人治港那回事了 不如說性京人治港 這個是不行的 市民不會支持他上京的 但是有一樣要稱讚這班學聯的學生 我們收到消息 就說有一個金融聚談 我從前面見 開那個什麼諮詢會? 研討會? 他們沒有參加不出席 聰明啊 不要給這些古惑仔抽水 他們借學生運動 把一班人弄出來 接著他就虛假情報 向外面有些疑似外國勢力的集團 大家處謀呢 就會支一些搞屎棍的錢回來分的嘛 那這一堆東西我搞出來的 他有份站在那裡 所以梁家傑就醒目了 出去站台 跟他們一齊 就是卸了他戴耀廷那個抽水的人來的嘛 如果他梁家傑不出來呢 那戴耀廷又可以做個假報告的 跟某方面的人 我也有份參與的 還在那裡繼續開工啊 這一堂東西 當我有份搞嘛 有份搞就可以拿經費 有份搞就可以籌款 所以那些大學生應該要跟他們 一刀兩斷撇清戒線 即是不能讓他們抽水 他自己宣佈了 戰勝山子都說他沒有份的嘛 其實也沒有搞出來的 戰勝山子 大家看到那個畫面 林骨林王在那裡抽水的嘛 如果在銅鑼灣旺角金鐘 那裡是中環呢 你說在中環 如果是金鐘磅 你的車要下車就到了 那你收不收貨呢 你坐的士啊 你去中環 那金鐘放下你 就到了 下車了 你收不收貨呢 那即是不是中環 即是不是戰勝山子 是不是 個個在那裡搭單車尾 但政府的新聞 很多發佈都說戰勝 那政府說戰勝這班人 是不是出兩份糧呢 是不是借這個題目搞大它呢 有些左派人士 還要提戰勝這個字 是不是就是怕這個戰勝不成功呢 希望搞成功 社會有震盪 才能維持到他們的存在價值 因為他一有鬥爭呢 就有人有利益的嘛 有鬥爭呢 才有他利用價值的嘛 如果天下太平呢 很多人不能搞的嘛 是不是 所以世界整個人都不和平 就是這樣 好啊 那看到他的先生呢 沒有正義照片 還有陳寶聰呢 如果你要梁振英入台呢 不是這樣說的 這樣說呢 他不能死的 你說梁振英 貪污收台低錢 怎樣怎樣 這個要等閻英國澳洲局 但高得來都不下台的 他死撐嘛 在外國打公司排期搞來搞去 說阿飄那些人打完做兩銀 都沒打完公司 他聯銀怎麼打完都沒下台 我還沒狂擊 還沒狂擊 你說我有罪嗎 是不是 他在爭嘛 爭錢不爭呢 到現在啦 你還要打離網官司 是不是 網上台的 田小姐不認識我 如果認識我怎麼說呢 很簡單而已 你們聽著 現在我都說 我用我心理諮詢師的身份 我 說梁振英 我不是叫他下台 我叫他看心理醫生 在中心政府裡叫他回 做一個心理評估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凡是在外國 一去到這個層次的人 就算你做保安局長 或者是做到一個級數的官員 立刻要你評估的 我跟你停了 說梁振英 說梁振英 你一手一批坐梁振英 住一個抹打 抹雞了 那不然就是團狀 特首要評估的 我們根記幾件事 田北俊學的事 他想要下台 我們根據幾件事 因為最近 梁振英壓力太大 因為很少 第一 沒有人支持他的社會整體的階層 他不支持他就無所謂 他還可以憑他這麼聰明的人 可以講錯話講到 說萬四元與下定工的人 沒有資格投票有提名權 在民主社會是不行的 就算我拿著宗主也有權投票 對嗎 在民主選舉 因為你那時候還不用到處請 人家出了說話都語無倫次 第二劑他更大劑 宗教和藝術界是沒有經濟價值的 第三 又是大劑 他是全球的外國勢力參與香港的撐車運動 但真育成立刻就回應他的 他說或者梁先生看到 他說我真育成是看不到的 又見到外國勢力參與 然後梁振英再升級 這是一個失控的群眾運動 現在香港竟然失控 有定器有膽嗎 有搶劫嗎 有放火箱車嗎 是嗎 基於他這樣一個定區領袖人物 是連一個評估心思熟慮想事的人 他這麼聰明的語言偽術 他不應該說錯這些東西 他都說錯的 與可的心理諮詢師的身分之革 我懷疑你梁振英 有思覺失調症 中央政府、共產黨 你有責任為了保護香港人的安全 你應該call他回中央 進行一個心理的評估 暫時要停職 因為他想錯的東西 混蛋 不是叫他下台 只是評估完才 所以可能可以用這個人 郭先生的體驗 就不是叫他下台 為了國家安全、香港安全 這個人要進行一個心理的評估 我用個專家身分 我有牌子的 我弟弟,要不要拿牌子給你看 我根據這個時機體 是不會這樣說錯話 你為何要說不想選舉 你不想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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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牢也不想投票 搞錯 搞錯 這些是打人針 這樣打的就是甜不進 你叫他不到國台 你貪了 都會說不想打公司 他們白粥之潮 死而不疆 你一個瘋子就可以了 要我還你瘋子 大哥 有什麼危險的 對吧 你不要 你們不要 吃吃吃吃吃看 寶貝 你看 住你 跟家裡